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有水仪为您带来的黄石战争视频解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期叫做萌星的必备常识篇 看水仪开了新坑不少同学都想 又能听水仪吹逼了好开心 但是今天满满的都是干货 想听吹逼的同学可以阻了思念断了挂念了 然后今天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游戏 叫做即换卡式即时战略 解释一下 即换卡式就说明你要付费 你要花钱你要击卡 即时战略就说明你要有操作 你要有判断你要有手速 这两点我很残酷的告诉大家 已经决定了80%的人玩不好这一款游戏 但是没有关系 各位默默声声冷冷清清的我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三点优势 叫做智商压制 说白了这款游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引爆 所以大部分同学还是不想付费的 那么我在此也推荐大家前四集 就是你打到四接竞争之前也是可以不用付费了 那么如何用一些比较弱势的卡片 取得一些比较好的上风效果 这就是非常讲究了 首先大家看对面的王国等级是5 而我这边是4 说明了我的卡片强度比对面弱 就是同样一个小兵 我的小兵就打不过他的 然后同样的一个王国 他的血量比我多 攻击力比我猛 这个就很过分了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局开离前银风傲骨 水一向来就喜欢干这种逆天而为的事情 然后对面丢出了一个三级的皮卡 登登登在我这边跑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智商压制了 对面丢了一个皮卡 丢了一个巨人 我这边等到皮卡过墙之后 我们再放一个女武神 卡片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暂时先不给大家展开 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我们打法的一些核心思路 小巨人和王子这两张核心卡片 对于新手来说是比较的友好的 就是说就算你不花钱 一个小时之内 你肯定是能得到这个巨人的 两个小时之内 你肯定是能得到王子的 所以有了这两张核心卡片做铺垫 你接下来不管是带这个女巫 带枪手 带女工 还是带骷髅海 都可以很轻松的上到这个四阶竞技场 因为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四阶竞技场呢 因为四阶竞技场才是真正 值得花心思去研究 真正值得去付费的一个环节 因为四阶竞技场的很多卡片 在以后都会成为你的中间力量 而前三阶很多卡片 最后只会成为一个过渡 好 那游戏进入到了这个双倍胜水时间 就是说 常规赛时间啊 我们双方都是三分钟 然后如果两分钟打完之后 还剩一分钟 那么胜水就产出 就会是双倍的 这个不用跟大家过多介绍 如果说这一分钟 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就会有一个死亡加持 那这边这个选手 虽然说他是一五级 卡片质量比我多 但最终还是比我强拆致死 我这边拿了三颗王冠 好 第一盘讲了一些 这个卡片以外的一些知识 第二盘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这个游戏内的一些打法 嗯 重新给大家看一下卡片 好 就是这个巨人 2660点的血量 我这个巨人已经是四级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王子 王子他最好的一个 就是为什么我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强拆套路 一定要有王子和这个巨人呢 嗯 简单来说 这两张卡片的攻击力非常高啊 当然指的是这个对陈攻击力非常高 在我们清场能力不足 然后这个卡片质量不够强的情况下 我们就避免去和这个对手的这些兵 比如说骷髅海 比如说这个这个炮塔 比如说这个还有的人 三名兵狂有剑弩是吧 很多同学很想要剑弩 但是没有 没关系 我们今天只要对防御塔 造成极大的破坏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对面放了一个 在左路放了一个这个野蛮人小巫 但是这个时候水衣疯狂的攻击右路 大家注意我摆下了一个巨人同时 又放下了一个王子 而完全放弃了左路 这点有东西可能搞不清楚 我这边预判了一个万简七发 射掉了一个野蛮人 这边巨人在疯狂的锤右路 大家注意 首先这个小巫 大家看这个小巫对面是三级的 而对面的王国等级是一个六级 就是说他的战斗力是比我强很多的 我正面跟他冲突肯定是打不过 肯定是打不过 所以说我反其道而行之 他既然把左路当成主攻点 我瞬间就在右路 扑下了自己的一个巨人和一个王子 他当时已经放下了一个小巫 在没有防守能力的情况下 就是他这个圣水一共就那么多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 误入最闷深处 只能让你繁华一旧回不了家 是吧 把他干死了 右路直接拆爆 那这个时候 左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 拖到这个一分五十秒之后 这个时候游动学可能非常的不满意 水一 你不是我们那个熟悉的你了 一杯相思酒下肚 你就变了怂了起来 怎么就开始防守了呢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你看 如果说我是一个四级 他是一个五级 就像刚才那样 我可能有把握直接干死他 但是你看这个野蛮人 大家注意这野蛮人头上边挂了一个小小的数字 六 让我非常的胆战心惊 比如他连野蛮人都升到六级了 他整个王国等级是一个六级 他战斗力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 稳杂稳大 不要贸然进攻 尤其是渗水 千万不要一股脑全丢出来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面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全家桶之类的 扔到你的这个地盘上 或者说突然给你空降一个气球 这些术语慢慢大家都会懂的 不用着急 然后这边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思路 在我们已经先破一路的情况下 只要防守住左路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越到这样的一个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越要小心 你看我这个时候并没有着急放圣水 就算放野蛮人 也是尽量放进自己的塔 好 这边预判一个万箭齐发 正好能够射死这个在地上的野蛮人 但是骷髅还已经攻过来了 我这边再放一个这个有AOE效果的一个小飞龙 这边誓死要守住左路 但是他左路的这个防御塔 已经特别特别的多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兵 已经偷偷偷跑到我的右路 30秒倒计时 但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路是完全不用管的 因为他没有任何攻击能力 气球飞过来了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一定要放防空所持 我的飞龙放的已经是有点晚了 万箭齐发 再射一下 这个气球被打死了 还剩17秒 而我左路这边的防御塔 只剩400多血 这个时候对面可能会考虑在右路进攻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不会给他机会 你看这个时候就发现了 发生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他洋攻了右路之后 突然又攻了一下左路 就是骗到了我一个女武神之后 他攻了一下左路 再加上我这个兵的质量的确不高 所以在突然死亡 在这个最后的一刹那居然被他拆掉了左路 所以这个游戏就开始变得难玩了起来 大家注意啊 纷纷扬扬的小雨 挡不住漫天的人民币 所以各位就算有能力 也千万不要跟钱对着来 对面 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这个等级的一个重要性呢 因为等级虽然说只是代表花了钱和时间 但是说从另外一方面讲 就是原本可以单挑过的一些对手 你就会发现对面的小兵特别的猛 超乎你想象中的猛 比如说对面这一组野蛮人 他就消耗了我一个飞龙的一个战斗力 本来一组野蛮人是打不过一个飞龙的 这个就很过分了 所以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守住这一波 就算拆掉他也不能让他赢了我 平局是不扣分的 大家注意平局是不扣分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只能默默的感慨 有钱真好 对吧 夜晚孤灯昏黄 忽隐忽现惆怅 梦醒过后泪成行 这个时候只能说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盘 这个时候输给 就是跟一个六级的对手打成一个平局 并不丢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当你感慨对面这个卡片都比你强的时候 你就要为自己去欣喜了 说明你的智商已经碾压了对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卡片比你强 但是你匹配到的时候 你们的分数是差不多的 你这个杯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相当于是你用更弱的卡片 你用更少的时间 你用更少的金钱 打到了跟对面一样的分数段 说明你比他牛逼 对吧 这也只能是一方面的自我安慰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残酷的事实是你比他穷 好 对面在强攻左路的同时 放下了一个巨人 放下了一个皮卡 那我左路的话 手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这边我抓紧放一个女武神 看左路还能不能挡住皮卡的一锅进攻 最后皮卡 最后两刀没有砍出来 而我这边已经率先拆掉了对面右路 再没有开头最强套装 就是小巨人加这个王子的情况下 我还是依靠对面的这个大巨进攻左路 然后他这个国库亏空 并没有过多的圣水 做右路的防御 然后拆掉了他 这个时候就给大家凸显了一个 今天的合影思路 叫做进攻就是防守 当你发现对面 一个小技巧 当你发现对面在左路 或者是右路任意一路 放了一个小房子 不管是哥布林一房 还是野蛮人房的时候 第一选择是在另外一路 开始自己的进攻之路 开始放巨人怎么样的 对面放了一个巨人过来 我用野蛮人做一下阻挡 这边巨人他是不会攻击你的 防御塔之外的这些东西的 当然他也会拆炮塔 所以你用野蛮人去打巨人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对面一个飞龙慢慢的飘过来 这边我的野蛮人 成功的骗出了一组哥布林 这个东西非常好 我右边的那组野蛮人 其实是没有必要防守的 大家注意这时候对对手就犯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错误 我右路的这一组野蛮人 只是为了去防御那个巨人用的 但是没有想到骗出了一组哥布林 这样子的话 对于我来说 从圣水上来讲 我就赚了两费 因为就算他不防守 我右路的野蛮人也是不能 对他的这个主防御塔造成什么伤害的 所以而且我也没有打算去拆掉主防御塔 但是这个时候 你看等级高就是好 对面一个大火球直接拆掉了残血的走路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强攻左路了 强攻左路 在这个等级压制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 就是比如说你破掉了右路 在你等级压制的情况下 对面是五级你是七级 那很好 你可以直接强拆右路 但是在等级落后的情况下 我推荐大家就是拆两个外塔 就比较的合算一点 因为主城他的等级比你高 说明他的防御力特别的强 然后你打起来就会很吃亏 但是这边 对手居然选择了强行拆我一路 而不选择防守主城 那这样的话 我的王子和飞龙已经冲了出去 这时候对面的飞龙 跟我的飞龙等级是一样的 在互拆 然后他的四级皮卡 打我两级骑士 我的两级骑士非常痛 然后两级骑士干死了 这个王子不好意思说错了 干死了这个皮卡之后 我突然发现 对面这个巨人 已没有任何防守的价值了 时间不是特别多 我抓紧 开始步军围攻对面的城堡 你看他做的这个选择 就非常的失败 非常的失败 他居然把五点的水晶 五点的这个渗水 投入在了一个巨人 在攻我的主城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防守的能力 所以他的主城 被我的这个低质量的小兵 给拆掉了 再重新回头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套牌 第一集讲的稍微有点啰嗦 讲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硬道理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些道理 比如说前期 你这个宝石先留一下 到四级再去开箱子 比如说你的这个前期的套牌 不用太刻意的去升级 只要留一个巨人 留一个王子 能够充分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一些 比如说 倚弱打墙 攻墙路 然后放 放猎主 因为大家注意 你的城堡就算 只有一点血 只要活下来 它就是一个城堡 你的城堡就算是满血 对吧 它和一点血是没区别的 所以说 适当的让城堡 吸收一些伤害 对于我们取得胜利 是有很大帮助的 然后我们给大家 做一下卡片的替代 这一套卡里边 除了这个巨人 和这个王子 最好不要换之外 其他卡片都可以替代 也是防止很多同学说 水一我没有这张牌 我没有那张牌 怎么办 没关系 除了告诉你 非常不负责任的 告诉你一句 充钱之外 我们还可以告诉大家 另外一个事实 叫做智商压制 好 那今天的第一集 门星之道片 就给大家调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 居上很多很多的干货 也会比较啰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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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